嗨嗨各位觀眾朋友們我是雪兔 今日我們要來玩寵物模擬器啦 今天今天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分水嶺 相信各位看到封面的就知道 到底發現了什麼事吧 沒錯 雪兔拿到了泰坦啦 拿到的當下實在是太開心了 馬上的拍了這部影片 有點可惜的地方是在拿到這隻泰坦寵物的時候 雪兔並沒有拍到孵蛋的過程 超級可惜 我一直以為當我輸入序號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出現在我的包包 但其實不是 它是會直接像是一顆蛋就放在旁邊 然後它越變越大 越變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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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變成一個巨無霸的一個蛋 然後你就會變成一個泰坦的寵物 直接塞滿你的螢幕 那個畫面我就沒有打開自己的錄影程式 給它錄起來給大家看到 真的是我覺得最可惜的一點啦 如果各位想要看到雪兔在寵物模擬器上 有更多的影片的話 不妨留下你的喜歡以及留言 你們的支持會是我 在玩這款遊戲最大的動力啦 剛好阿神老婆老頭他們呢 在蜜雪兔叫我過去 好啦 過去看一下吧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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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公然搶劫阿 超快 超快 來 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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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就有泰坦的人夠啦 欸 不是阿 為什麼我跳起來會有這種重力感阿 為什麼你可以跳舞阿 不会啊 要去买啊 那个洞是要去买的啊 要去买啊 这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欸 有没有 好爽喔 这是我的 那个学兔有点痴前面走 不是我 欸你知道 我知道你家在哪 这个好像不太好 还知道你住几楼 你冷静点 冷静点 你要不要我这一支图鉴 那一支是什么啊 这是 冰官召唤道德外星人 好Q喔 他也是huge喔 对 他是大仇 换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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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旁边这边还有两支 泰坦没有走掉啊 是这样阿神的铃鸭还卡在那边 给你 我们这不是交换喔 我们这不是交换喔 这交换得不长时不行喔 这不是交换喔 你先开包包 你要开包包 这是蛮难抽的欸 我发现真的是几次都没办法拿到欸 看有没有拿着你这个泰坦 然后 再凑一下 来来来来 欸我知道很快就广快输入欸 这一个才第15号欸 怎么你会凑我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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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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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中没中没中 我已经拿过了 我已经拿过了 人生第一支泰坦 这一支泰坦 难怪 为什么每个泰坦都卖这么贵 这我大概能理解了 这个好可爱喔 这是我觉得有点可爱欸 我觉得蓝色的老实讲 我现在觉得红色其实也蛮不错的 挺喜气的 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感觉没那么可爱 可是我现在看觉得好可爱喔 会不会是因为它是泰坦的 好开心喔 是你第一支泰坦喔 是你第一支泰坦喔 直接用买的 哈哈哈 而且你这15号 我跟你讲 你这个 非常的贵喔 还得越前面越贵喔 我这一个技能还是什么 Strong 5喔 OK 恭喜你 得到第一支泰坦 好想要喔 我那时候没有录影到 因为我在输入这个序号的时候 我以为它就只是就出来了 没有 它是有那个蛋的特效 然后我没有录影到 好可爱 好可爱 我没有录影到 我该怎么说呢 我觉得已经神神巅峰了 这款游戏已经毕业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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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其实我也不知道太太 欸 它竟然可以跳到上面喔 欸你跳去哪里啊 我在上方 仔细看我们家加成 你这样子打那个东西 就是坐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会有那个跳跃加成 是只要拿到就可以是吗 有气球类的 气球类的才行 喔气球类才有这个跳跃加成啊 欸你也可以跳得过来欸 欸你也可以跳得过来欸 欸我们是有跳跃加成的 它是永久的吗 还是一段时间而已 欸你只要带做的那个东西 我们就会有这个加成 好棒喔 欸我第一次走这个欸 我 欸嘿嘿嘿嘿 我们把这个游戏直接玩坏掉了 没想到 其他的太坦都没有这种加成啊 好像 我不知道他其他的太坦 没有什么功能 但是我知道气球类的有这个功能 H1阿萨它不是有两只吗 对啊 他是拥有 拥有全太坦的男人 我记得 这一些 有编号的是越前面越贵 可惜没法用到各位数 但失误也算蛮近了 也已经很贵 你在这超贵 你是输入的很快 一拿到就 直接输入上去欸 钱百大 我好开胸啊 我感受出来你的开心 接下来这只太坦 就帮我这一个 仇物模拟器一整路了 我觉得也不至于啦 不至于到会把这只变卖掉 应该蛮难的 除非要退坑 你要不要留着啊 你要不要留着啊 会啊这我一定留啊 这我一定留啊 现在不可能拿这个卖掉 这是我第一只太坦 我当然要好好的善待它 如果它有一天 它涨到一百万的话 你又不是去把它卖掉 我会先看我没有防贷压力 没有防贷压力我就不卖 这时候就要看 你的第一只太坦会是哪一只了 你说我吗 对啊 考虑 它其实好像不知道 到底是下礼拜还是这礼拜 好像会再出新的太坦出来 新的太坦吗 他们已经有在准备了 它那个更新的有在讲 新的太坦 应该不会 应该是蛋蛋会更新啦 蛋蛋已经一个月了 太坦目前就是你这样子 圣诞的荧光的猴子的 那个秃头的四只 然后加你这个五只 太坦总的会这么少 因为你来的时候 刚好那个时候 就是你那时候来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才开始出太坦 你怎么会有鑽石 怎么会有鑽石滑板 你怎么会有 诶 这个我们这个滑板呢 现在已经有这个阿神妈妈了 哈哈哈 你可以不操 臭家伙 你跟他讲 你跟他讲 可不可以 10T 跟我交换完 气球 就落跑 这速度也是颇快的 捏 这速度也是颇快的 捏 他说到我家 去他家 那你来去跟他交易一下 我先走啦 好 感谢 拜托拜托 拜拜 拜拜 好啦 那我们接下来要 来找 来找阿神 两个人在互跳 这样好可爱 10T 他是只要拿到 就会解锁吗 10T是最多了 是吗 各位啊 最近很多 有那种假阿神的诈骗 这边可以看到 他有一个partner 这一个是伙伴 旁边还有一个火焰 这才是真正的 等一下 我要怎么取消 辨识T 真的是太开心啦 哈哈 一次解到了两个成就 第一个呢 是拿到了这个 钻石滑板 这钻石滑板 是三颗火焰火焰耶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输入到这个气球的时候 还拿到了这个 彩虹的滑板 是因为拿到这一只 红色气球吗 有些人会不知道 这个红色气球 到底从哪边来的 在大概一个礼拜之前呢 宠物模拟器 他们在官方呢 有在贩售这个 泰坦的气球 红色跟蓝色的大猫咪 你只要购买这个猫咪呢 就可以拿到泰坦猫猫的序号 这一只呢 也非常的昂贵 一只的售价大概是250元美金 折合台币大概是7500块钱左右 如果你要把这只猫咪寄回到台湾的话 运费也是挺贵的 水兔在他一拿到的当下 就马上的输入 有看到正下方Snow好大喔 对 这是我 是我 我真的好缺悦啊 强力武耶 攻击有100%多耶 超级厉害 更何况水兔现在还有一只高占的熊熊在这边 所以他的攻击力会是多少 我好好奇喔 然后又有100%的攻击加成 那这只的攻击力真的是很猛耶 而在你拿到了这一只气球呢 他有一个好像只有气球的泰坦 有这个附属能力 就是你可以跳的比较高 你只要坐上去呢 他就有这个漂浮的效果 所以我可以直接跳到顶楼 超好玩耶 我第一次看到 这个世界是长这样子啊 外面都是拓图啊 好好玩喔 我可以探索这个世界 所以说花了快要万元了 但我不后悔好不好 红色真的很可爱 蓝色当初强很快 可是我现在觉得红色真的超级可爱 雪兔的代表色呢 大多数都会是红色 好啦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的雪兔 不知道下一次雪兔拿到 另外一只泰坦会是在什么时候 现在整个就是很雀跃啊 我要等下一次的一些活 我还有一些 宠物模拟器的企划呢 我还没有做到 但现在 这一个泰坦 真的是意外中的意外 开心中的开心 我会努力赚钱 看他们能再 谋些福利给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影片可能会比较短 但如果喜欢 宠物模拟器系列的影片的话 不妨留下你们的喜欢跟订阅 按下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抽奖讯息 我们就下一只影片再见啦 各位 掰掰掰掰